我們看那個黃珊珊正式 柯文哲已經有備案了 而且下禮拜就要跟助手來拍一頭照 那您助手已經找好了嗎? 韓國瑜是好的嗎? 我們目前就是黨中央在政黨協商過程當中 提出這兩個方案 你接受柯文哲提出的讓三趴的那個不差禮票 我記得在上次我們三個人跟柯主席跟朱主席見面的時候 就已經談到了我們三個有共識 就不要再回到原點 我們用新的方式去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不需要再談到回到原點的事情 柯文哲他又在媒體面前說這個方案 他要讓選立委的也參與投票 他認為這個差距太準確也太奇怪 那當時他幹嘛跟朱主席討論的時候 原則上他同意這個方案呢? 第四個例子 我們在挑戰中 發告 這個問題上有社會的事 因為我們在選了一個問題 無法答案 是人類的問題 在選擇中的問題 我們在選擇中 我們在選擇中的問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朱立倫主席有說,關於民調初選的話,你本來比較喜歡日本的模式,後來為什麼又改變? 不是啦,就是這樣啦,因為國民黨提名的立委候選69個,民眾黨11個,然後合起來投票,聽一聽就覺得,你一聽就知道這個提案實在太奇怪了 早上核心會議是不是有幕僚很難過到的辦公室? 奇怪,我們那個核心幕僚會議,就那幾個人為什麼會有人知道? 我們被CIA確認了嗎? 主席在臉書上面說,一再的並和妥協退讓,會失去當初信仰的價值,然後還有提到誤差範圍一樣,這個是民眾黨最後的讓步嗎?如果國民黨不接受的話,是不是總統就不合了?還是民眾黨有沒有其他的方案給國民黨? 這個是這樣啦,我還是感謝朱立倫主席的提案,只是他的方案,我都講啦,69位國民黨的立委參選人,跟11位民眾黨的立委參選人,一起投票來決定 這個,我看到這個,想一想就覺得這個實在是太奇怪了吧 所以這樣啦,不管結果怎麼樣,他民眾黨會繼續前進 今天主席提出來這個方案,是希望國民黨在什麼期限之內回答,什麼時候才有效? 這個是這樣啦,我們就不管怎麼樣,我們繼續前進,剩下是國民黨自己去考量,我想其實這樣啦,國民黨要達成一個決策,很明顯比民眾黨慢很多 民眾黨只要幹部,花一個小時線上會議,我們就可以做決策 我認為國民黨沒有辦法這麼快,所以我也不會給他什麼,在媒體上說,我給你最後通給什麼日子 火車來了,開的時候就不理你,我不會講這種話,但是 這個就看國民黨他們內部怎麼去協調 昨天朱麗倫主席有跟我通過電話,我還是感謝他喔,費盡心思喔,去提出一個新的方案 他後來提出了有日本模式跟美國模式 所謂日本模式就是前所有國民黨跟民眾黨的立委參選人喔,由他們來投票喔,選出他們認為可以代表在野參選總統的候選人,然後輸的就當副手 其實這個更像喔,縮小版的開放是初選,因為我們統計過喔,公民黨提名的有69位立委 那民眾黨是11位,所以單單看數據都可以預視結果 另外一個是所謂的德國模式,德國模式就是比那個政黨的支持度 那這個就等於在比賽,在現階段喔,等於在比賽政黨的大小喔,來決定這個,來決定這個結果 事實上他也排除了中間選民的選擇 我還是相信科學喔,只有全民調才能夠真正反面民意 達到喔,選出在野最強的組合 那還是由贏的參選總統喔,輸的來當副手 不過我也願意退讓你知道喔 就算是全民調喔,如果在統計不差範圍內喔 我們還是願意當副手,來達到政黨輪替的目標 他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比全民調,就算是贏的 但是他的贏的範圍呢,贏的差距沒有達到統計上有意義的差距的話 我們還是願意當副手,來達到政黨輪替的目標 因為是這樣喔,如果在統計上就是說不能證明說你們是不一樣 因為統計上還是有誤差範圍 所以如果就算是贏的,那也沒有達到說統計的誤差範圍之外 得這種差距的勝利,我們還是願意當副手 那麼也希望說,在民意之前喔,我們還是謙卑的 這個還是一個政治的底線 因為喔,不管是黑箱正式,密室正式,還是分章正式 我想這個都不是台灣人民希望的 我也希望說,也這樣才能夠替台灣找到新的政治的方向 對,那麼今天的答覆喔,不管結果怎樣 我們都會繼續前進,最後達成政黨輪替,聯合政府的目標 那這兩個方案在決定要參考跟柯主席提出的時候 那是否有跟金普聰以及侯友宜事先討論過這些 好,有關於國際上的一些方式 我有跟侯市長跟柯市長在當天我們就提到了 我說我一定請我們這些學者專家 就國際可以採用的一些方式 然後我演你出來之後,盡快的告訴大家 然後我只有把一些概略性的跟侯市長也提了 後來我在電話當中很詳細的跟柯主席提完 後來也很詳細的跟侯市長,侯總統參選人也做了一些說明 我都請大家去好好的思考 好,雖然我剛剛說了,柯主席在電話當中 對日本四世比較覺得還不錯,他比較偏好 但是我也提到了,我說民眾黨也很多主戰派 跟國民黨內也有很多主戰派 主戰派可能會有不同的想法 我知道柯主席也很辛苦了,面對這些主戰派 那侯市長很辛苦了,我也一樣要面對這些主戰派 那所以我們還是秉持這樣的一個決心 用這樣子的耐心,我們一定能夠用範圍思考 所以雖然昨天我是滿心期待啦 因為至少通完電話之後是滿樂觀的 但是我知道一定會碰到一些問題 一定會碰到一些困難 那我們還是大家想一想吧 那火車根本還沒有到站 被媒體設的好像是火車已經到站 也許某一些媒體會設今天晚上到站 但是我直接跟大家講,火車根本還沒到站 因為我本來跟柯主席講說你可以明天或後天 就是指的是今天或明天再跟我答覆都沒有關係 我還跟大家說我們後天還有好多活動 後天再跟我答覆也沒關係,晚一點再講也沒關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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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っていう聲音 前面